教你如何把身边爱吃牛肉的朋友安排得明明白白 牛肉焯水前需要浸泡去血沫 泡水后需要再清洗一遍 除了干辣椒 还有桂皮香叶八角花椒整盘倒进去 在一碗生抽里加入一点老抽 黄豆酱和甜面酱各一勺 锅子大的老抽可以多加两勺 丢进20颗冰糖把水加满 大火烧开转小火炉上一个半小时 关火后静置30分钟 这个时间来加工一份好欢螺经典干拌新品 是我最喜欢的经典干拌口味 腊度正好 里面的料包超多 整整八包料 粉条直接下锅煮10-15分钟 过个凉水更Q弹 关键就在这包干拌螺丝粉酱包 混合十多种原材料配置的专用糖包 浓稠鲜香回味无穷 可以拌鸡爪拌炸蛋 刚滷好的酱牛肉酱香浓郁 嚼劲十足 也可以盘上 搭配爽脆可口的酸笋和Q弹的米粉 真的是一秒上头 同样是炸虾 如何炸得又长又直 首先需要去掉虾线 去掉虾壳 保留末端 虾背划上一刀 翻个面 在肚皮的节点位置也需要划开 用手指按压撑平 就能让虾保持直立的状态 尾一来上一刀处理一下比较好看 挤上柠檬汁 黑胡椒调味 敲一颗鸡蛋 搅一碗蛋糊 依次裹上面粉 蛋糊和面包糠 油炸前可以再摁压两下 虾肉比较容易熟 所以高油温定型就可以通过 洋葱切碎 浸泡一下 碾碎一颗鸡蛋 搭配洋葱美乃滋 简单调味 就能调配出一份好吃的蘸料 如果觉得复杂不想做 蘸着番茄酱也是一样好吃 鸡腿沿着根部剪开 断掉筋膜剪成扇形 腌制只需要蚝油料酒 生抽蜂蜜 四种调料 简单入味 淀粉加上黑胡椒 炸出来的脆皮会比较有味的 发成油温下锅 炸至表皮酥脆金黄 两勺辣椒炒出油 加上生抽蜂蜜番茄酱 一碗青红椒 倒入一杯淀粉水 小火搅拌 裹在鸡腿上 辣椒酱也可以混成咖喱酱 那比出来的就是咖喱风味 鸡腿很酥脆 酱汁很浓郁 搭配在一起就非常完美 虾肉笔直的诀窍也交给你 赶紧动手试试吧 但凡有个好看的杯子 你就能拥有一份下午茶 尽快加半杯 尝我奶到八分 并取一杯热牛奶 拌出奶泡 一杯咖啡一层奶泡 可以用糖浆在奶泡上 画出花样 两颗鸡蛋分离蛋清蛋黄 牛奶加植物油 搅拌出乳化的状态 筛入适量低筋面粉 搅拌到无干粉 把蛋黄加进去 继续搅拌至顺滑 蛋清理挤入半颗柠檬汁 这样可以去除奶腥味 细砂糖分三次加入 打发出小尖角 蛋白霜同样分批次 加入蛋黄糊中 均匀搅拌 装进裱花袋里 挤入纸杯八分满 烤箱只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 绝不开裂 烘烤的时间来打理一下我的小店 在这款开间小店手游里 可以自己当老板 建造装饰属于自己的梦想咖啡厅 里边还能研究各种特色美食菜谱 特别之余 今天做的两种甜品也是里面学的 现在点击下载 可以和我一起PK装饰排行版 好好的纸杯蛋糕特别松软 可以几点奶油装饰一下 搭配一杯焦糖满七朵 这不妥妥的美好下午茶吗 如果拥有吃不完的土豆 请立刻领走这三种做法 小颗的切开不切断 放在黄油铺底的碗里 打上食用黑胡椒 没有迷迭香的 可以用喜欢的香料增香 大蒜没有做成蒜蓉 加电橄榄油和食盐 吸制包裹 改成整颗皮切法 跟着土豆一起 200度烤30分钟 大颗的土豆煮熟去皮 压成泥以后 混上一碗淀粉 一把芝士碎少量食盐 揉成土豆团子 装进密封袋 擀平冷冻一小时 这样切出来的土豆条 不容易断开 经过高温油炸至飘起 表面会带点焦黄 酱料部分推荐红白黄三款 一起吃 在1比1的浓稠酸奶和淡奶油中 加入半颗柠檬汁 搅拌冷汤 培根榨干油水 煮熟的鸡蛋和土豆切成小块 冷残的酸奶油 加点辅料做个简单调味 把所有的食材都放在一个大碗里 进行充分翻拌 就能做出一份好吃的 酸奶油土豆沙拉 可以直接吃 或者做个蒂卡三明治 都很棒 黄油土豆黄油味特别浓郁 搭配软糯的烤蒜 香气更加迷人 芝士土豆棒 空气感十足特别蓬松 一根接着一根 分分钟就能吃光 一杯可乐加入一勺食盐 提发声响排出气体 黑胡椒生抽蚝油调味 浸泡没过肥牛腌制一个小时 洋葱大火炒香 铺上肥牛转中火 盖上盖子焖煮三分钟 光火倒上鸡蛋液 用锅子的余温把鸡蛋煮熟 撒上葱花和芝麻 就可以盖在米饭或者面条上 番茄去皮用破壁机打碎 香菱卷用温水打湿平摊开 放上两片肥牛铺上一层虾滑 重新卷起来 生抽蚝油番茄酱调味网料汁 提前倒进淀粉水 作为勾芡食用 砂锅洋葱打底倒入番茄汁煮开 放满重新卷好的香菱卷 浇山酱汁盖上盖子五分钟 葱花小米辣点缀 荔枝波壳去核 坚定一下最近很火的荔枝肥牛串 插上葱段卷上肥牛 用铁签固定 少许实验生抽调味涂抹表面 好像180度烘烤 香菱卷吸饱了浓郁的汤汁 内馅有肉有虾 非常下饭 比滑梯还滑的滑蛋肥牛 也可以整盘吃光 荔枝肥牛卷 咸甜适中确实不错 晚上实在睡不着80%的原因 因为小野的不味 番茄划上十字刀 放进热水三分钟 可以轻松取皮 丢进破壁机打成番茄汁 冷锅加入橄榄油 蒜末洋葱炒至透明 倒入番茄汁 用番茄酱和白糖调味 小火熬至浓稠状态 倒入炖好的牛肉 关火用余温翻拌 选择一个合适的容器 千层面肉酱沙拉酱层层叠加 最后用一层芝士受尾 烤箱烘烤30分钟 烘烤的时间来感受一下 美国品牌BrightMix 原装进口破壁机 一台打破食物细胞壁 全量释放营养的破壁机 超强的动力可以直接粉碎冰块 西瓜切大块也能轻松处理 破壁机不等于豆浆机 可以加工多种食材 满足更多需求 清洗起来也很方便 奶盖这种难清洗的 高速运行一分钟 就能特别干净 新鲜出炉的肉酱千层 可以撒点芝士粉 表面的芝士拉丝效果超赞 茄汁浓郁的肉酱 分分钟让你体验到 加飞猫的快乐 要做出怎样一锅鸡翅 能让女朋友乖乖吃下 三碗米饭 鸡翅对半剪开 腌制的时候会比较入味 抓匀大概腌制10分钟 普通的油不够香 可以先过一遍胡料 炒香的油倒入另一口锅里 用来煎鸡翅 皮面煎出少许焦和感 德酥鲍鱼 是我经常用的即时鲍鱼 古法熬制的手工鲍汁 经过了12小时熬煮 严选了丰富配料 也没有色素香精分威剂 熬制出的鲍鱼 口感介于软糯的干鲍 与有嚼定的鲜鲍之间 是很优质的海洋蛋白 个头也很适合小鲍鲍 将先前炒香炒熟的配料鸡翅 装进砂锅里 再倒入两罐德酥鲍鱼 有了鲜浓的鲍汁 不需要调味 只需要加入适量白酒 盖上盖子 转大火焖煮就能完成 非常简单 煮出来的鸡肉爽口入味 鲍鱼鲜嫩软滑 味道超级好 赶紧准备好米饭 喊上女朋友开饭了